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特别容易出现血糖波动的一个时间段,那糖尿病人到底应该如何选择早餐呢? 中国人的早餐一般会以谷物为主,比如粥、面、油条、包子、馄饨、馒头等食物,而这些食物除了油条、油饼这类油炸的,都属于血糖反应比较高的种类 很多糖尿病人不敢喝粥、吃面条、吃馒头,就是因为这些食物淀粉糊化程度太高,吃了之后马上就会血糖明显上升 那么,还有什么食物最适合高血糖的人士呢? 1.牛奶、酸奶、奶酪 牛奶中的乳糖含量并不高,只有3.4% 酸奶制作过程中如果不添加糖,那么也是低糖的食物 奶酪因为是牛奶浓缩加工的,乳糖含量会高一些,但我们不可能一次吃的太多,所以也不用担忧 需要谨慎的是,您选择的不是纯粹的牛奶、酸奶,而是乳饮料或乳酸菌饮料,那就不太适合糖尿病患者了 这些乳饮料一般都有添加糖,而且配料表的低味也多不是牛奶 2.肉类、鱼类、晴蛋、豆制品 肉类、鱼类、晴蛋和豆制品是高蛋白、低糖的食物,是糖尿病人必须的蛋白质营养来源之一 这些蛋白质类食物会控制血糖上升速度,并促进体内激素、酶类、粘液球蛋白合成,和促进细胞修复 比如可以选择酱牛肉、鲁鸭筋子、水浸三文鱼或金枪鱼罐头、蒸蛋羹、猪鸡蛋、五香豆腐干、小葱拌豆腐等等 3.蔬菜、菌藻类食物 蔬菜和菌藻类多是低热量和低糖的食物,500克绿叶菜的热量、25克面粉的热量。但蔬菜中的莲藕、马蹄、胡萝卜和南瓜都是含糖量偏高的种类,尤其是莲藕碳水化合物含量18%,马蹄碳水化合物含量14%,都属于高糖蔬菜,需要替换主食吃的。 米饭碳水化合物含量大约25%,那么二粮米饭不吃的话可以换来三粮莲藕,或者四粮马蹄。 菌藻类食物是菌类多糖和海藻胶含量较高的食物,而且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。 菌藻类食物因为饱腹感极强,对于控制血糖、预防高血压、高血脂等并发症有积极作用。 4. 粗杂粮、鼠类、正常情况下,有医生监控的生酮饮食例外,糖尿病人的早餐还是需要吃淀粉类食物的,但往往就是这些淀粉类食物才是血糖上升的元凶。 5. 糖尿病人选择住食,在肠胃和咀嚼功能允许的情况下,首选的是没有破碎过的粗杂粮。 一些人喜欢把杂粮用豆浆机打碎,觉得糖尿病人也会适合,其实是错误的,这会让杂粮的升糖速度大幅加快,就如本来燃烧缓慢的脾柴,愣是削成了薄薄的爆花,就会燃烧加快,当然熄液的也快。 这就如餐后血糖上升的快,下降的更快,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对一线的挑战也更大,不是首选的方式。 早上吃杂粮可以选择玉米棒,大茶紫粥,玉米粒没有去皮,整个打碎,紫米红豆粥等等。选择小米粥需要慎重,因为它的升糖指数也很高。 土豆、山料、芋头等属类食物可以作为糖尿病人的早餐,但必须替换其他主食。 比如土豆和芋头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大约是18%,山料碳水化合物含量大约12%,而馒头碳水化合物含量大约48%,那么少吃一两馒头,可以换来四两山料,也可以换成三两蒸土豆或蒸芋头。 5.少量坚果和水果,坚果是高蛋白,高脂肪,高膳食纤维的事,消化较慢,糖尿病人早餐也可以吃,每天不超过10克,也就是一汤匙的量,不能多吃,不介意磨成粉吃,可以整个或稍微拍碎,放入粥。 水果是糖尿病人的痛点,不吃拔蝉,吃拔血糖上升,怎么办? 水果当然还可以吃的,但首选的是低糖水果,然后每次不宜吃的太多。比如苹果、梨、桃、极易果、柚子。每次一两比较适合,每天吃两至三次也没问题,但需要稍微减少一点主食摄入量。 6.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玩吃,这个方法也可以稍微控制一下血糖上升的速度,穀物、薯类、水果等食物放在蔬菜、奶类、清淡的后面吃,对血糖控制还是有一点效果的,但不起决定性作用。 另外,无糖的豆浆、咖啡等饮品也适合糖尿病人,并且可以获得大豆义黄酮、磷脂、膳食纤维、B足维生素、矿物质、丹宁酸等物质。 2.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